经历了180多天之后 中国2010上海时博会的大幕 在今天就即将落下了 今天的时博园各个展馆 依然将会正常开放 开馆的时间是上午的9点半 闭馆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半 园区将会运行到24点闭圆 在晚上的8点 现场观众可以在各个广场 通过LED大屏幕 观看时博会的闭幕盛况 而在闭幕市场 除了室内文化演出活动之外 将不再安排焰火表演和闭幕狂欢活动 提到闭幕市的文艺演出 是今天世博园 众多活动当中的一个重头戏了 而本台记者日前 到了世博文化中心的彩排现场 进行了一番探访 一起来看看 上午9点 节目的排练工作已经开始 为了更好地配合 当天晚上的直播 导演对演员们的走位 还在进行更精准的调整 据了解 现在舞台的搭建 和所有灯光布置都已经完成 所以各个工作环节之间的配合 成为排练的重点 虽然现在整个演出的内容 还处于保密阶段 但是导演告诉我们 闭幕演出的舞台设计 和多样化的节目形态 都非常值得期待 舞台是一个方形的 而且是舞台方形 长方形的一个 像对称的头顶上 有六万多颗LED的那个灯 它形成了一个 天地呼应的一个效果 据了解 整个闭幕式演出 共涉及2000多名演员 其中有一半是由世博志愿者 工程人员 各国参展代表等 非专业演员组成 他们的加入将会带来 不一样的节目呈现 更好的体现 多元文化的大融合 感谢观看